受疫情影响,大爱妈妈不能走入校园进行活动 但他们却把阻力当动力,把爱孩子的心再去关心更多人 我们走入校园,我们是关心那些孩子 然后到你走入这个房子,你进入的时候 你关乎那些独居老人的时候 那种感受又不一样 耐心倾听,阿嬷叙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大爱妈妈就如家人般化解阿嬷的纠结 鼓励她勇敢洗肾 我怕我两年五岁 我怕我都不怕,我怕我都不怕 我说我老是很辛苦 她叫我心斑开开,清心清心的 你人来我都很开心 我怕我怕病,有心来看我 当时她就比较苦,她才开始洗肾 她比较闷闷不乐,比较没有这样好讲话 她们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照顾的情况 我就慢慢就学会用关心的互动来关心阿嬷 妈妈们做中学,在陪伴的过程中启发悲心 除了体会也更珍惜拥有 总是仿视如果是家庭有问题的那种 我们的心很 有一点悲惊她们 我那种感觉没有这样好 但是看到她们慢慢会转变 又放松了 一路这样陪伴 看到她们得到的欢喜 她们心理上的成长 所以看到这样子我每次想 很感恩阿 我的家公家婆我的爸爸妈妈都还很健康 把小爱化为大爱 家庭主妇把握当下付出 温情点亮每个家庭 大爱新闻林慧珠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